这名犯罪嫌疑人盗窃完后 拿携带着这些脏物 先是步行了一段 然后上了一辆出租车 坐着这辆出租车没走多远 随后又更换了一辆出租车 最后的落脚点在 沈阳市黄谷区巴山路附近的一个老旧小区内 否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 民警们便在小区附近进行蹲上 可一连十多天也没有任何发现 随后我们在登科手术的期间 又调取了巴山路附近这个住址门口的录像视频 我们经过调取了大概十多天左右 我们仔细仔细细地进行核对 发现有一名犯罪嫌疑人 与我们涉嫌盗窃的这名犯罪嫌疑人身材类似 同时他的活动时间也相匹配 这个犯罪嫌疑人 这名男子经常是凌晨十二点一点左右出门 然后凌晨四五点钟回家 深夜出门而且着装如此的刻意掩饰 这个人真的就是民警们要找的这名犯罪嫌疑人吗 当时我们开车在这个小区门口进行蹲守 远远大概四点半左右 有一名体态较胖的 跟视频上走路不乏非常相似的一个男子 从远处走进来 我们当时就有点怀疑是这名男子 民警们马上上前对其进行了律行的谈问 这名男子明显对警方的突然出现感到不知所措 随后我就拿着搜查证 对他的家里住址进行搜查 结果他家里发现了大量的藏物 很多名贵的研究 包括一些奢侈品 还有其中还有我们涉案的名贵的自杀 这个人正是咱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 每天都在做着白日梦的张某 张某看着大半个屋子里琳琅满目的战利品 就有一种深深的获得感和成功的喜悦 他偷来的东西一般都舍不得卖 只是供自己欣赏 张某说 在被警方抓获之前 他已经完成了自己一半的目标 偷到来的东西已经堆满了大半间屋子 而他的理想是满屋子都是自己的战利品 正是这样的理想和信念 支撑着他每天都坚持去努力作案 说是临时起义 而自己却随身带着编织袋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张某显然无法自愿起说 那么他究竟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开别人的车门呢 张某通过专业仪器破坏了车辆的中控系统后 让目标车辆自动打开车门 而这就是车辆在被盗窃之后 没有任何痕迹的原因 自学成才的张某 在戴上手铐的那一刹那 他的白日梦终于醒了 对不起家里人们 这么大人总操心